那那個唐人又幫我交租,所以就有模糊咯 Title那裏 那好吧 Isman by Prescription 還有Prescription 第五點 現在我們由頭到尾講Title 我們溫回剛才的圖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這個圖 但這個圖 在這裏 By Succession Accession Occupation 最後Dedication Dedication 沒什麽特別 Dedication 就是送給他 自願送給他,或者是被迫送給他 那我們說回Prescription這個字 Prescription 在醫院裏面學,是開藥方 Prescription 其實就是一個Eastman Adverse Possession 就是我隔操來拿你的 Adverse 是負面 Isman by Prescription Is an Eastman or the right to another land which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five years 他用了五年了 不停地用 於是我就去申請 這條Eastman 大家就是用這個意思 Prescribe 是要某一方面主動去拿的 Texts are still paid by the property owner Paying the property tax is not a requirement 記得Eastman 大家一起共同的 那條路 我怎麽給那個柱仔路呢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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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就講過這個Eastman 就是他們大家有限的那個 那裏呢 所以這裏一層 好 另外呢 Dedication 剛才講了呢 我想問一下如果Eastman呢 譬如好像種的那裏呢 譬如種的那裏呢 種的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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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麽不同的字面 excuse me 有什麽那個字面有平衡呢 譬如好像現在旁邊的那裏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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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leman embleman 拿得回 第二種叫profit apprown p-r-o-f-i-t 我或者下次 email給你 profit 但是這個profit apprown broker就考了 我未見過有一條考過 所以那個 簡單的說就是一直拿 拿完一次拿一次 然後我們繼續說 ownership ownership本身有四個半 在這裏大家一定要 認一個字叫vesting 因為我們multiple choice 很多時候會見到 其實vesting是甚麼呢 我們千萬不要怕 這些字 vesting是說你怎樣 綫號的title title是甚麼 Helen 她的title是經理 Germany 她的title是學生 Ming 她的title是畢業 這個問題叫做title 對不對 頭涵 vesting就是那間屋 大家擁有那個title 究竟那間屋是哪個人擁有的 於是concurrent是同時間擁有 所以一定是兩個人 or inseverity severity千萬不要想著several several several 不要想著幾個人的英文 一定是相反 這個只是說一個 是一個人擁有 private property就是several several soul ownership 看清楚 is the sole and separate ownership of the property in one individual 一個人擁有 就是severity 這個呢 舊卷考過了 一個人擁有severity 一個人擁有severity 因為several 其實sever 才指是cut off 法文是several 是 to cut sev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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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我們掩蓋了的時候 我們好像一二三四五 好像見到有五個 但是最後那個我們也是不考的 只是考前四個 因為最後那個 都蠻複雜 而且最後那個其實很棒 但anyway 首先我們直接 考得最多的 叫John Tendency John Tendency 就在 這裏 這裏 上次講過John Tendency 是的 所以我這次可能 因為我們上次已經講過一二 不緊要 不緊要 因為這幾個很 Basic 都蠻重要 John Tendency 長命契 就是說大家鬥長命 假設現在他 兩個人一起擁有一間屋 那怎知道 他們是不是一定是夫妻 是 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記住 不一定的 John Tendency 是不一定的 那最後兩個生字 就是屬一部說 就是說 如果他離開了 那一半就給這位了 and vice versa 還有TTIP 一起寫這個合同的時候 一定叫 同一時間 Title Title Title是一人一半 interest 大家的分量 大家的session 大家都在裏面 住的 Tendency in common 就是 現在我們四個人一起 夾粉買一間屋 那 他大分一點 七成 你二十個巴仙 我和他每天五個五個巴仙都可以 我們後面再加入 又可以 這個就是Tendency in common 而Tendency in common Tendency in common 和Tendency in partnership 的最大分別 就是 Tendency in common的話 然後呢 當 我們四個人一起擁有這間屋的時候 我突然之間不夠錢 我將我的五個巴仙 賣給我另一個人 可以嗎 可以 是賣給common people 都可以 common就是common people 好了 Tendency in partner 就是說 我們四個人 不止common people 那麼簡單 我們四個人是partner 那我呢 是怎樣都要賣給partner先 我要賣給你先 我要賣給你 賣給你 你們不額頭 那我就大劑了 跟著又要想 甚至這樣的意思 那 即是如果他們不賣的話 你都不可以賣得出來 其實是不賣得出來 等等 應該這麼說 就是一定要三個 應該這麼說 我現在買吧 你們現在說TIB 我如果想買我那份 你們三個不額頭 那好了 我賣不出 我賣給別人 那個關係 他和你的關係是TIC 他和他的關係是TIC 即是新人 不是真的賣不到 是賣到 賣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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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你的 你們三個仍然TIB 但是他是TIC和你 亦都是同一樣的 我們記得一間屋 是可以同時有兩三種的產權 同時發生的 因而 你明白了剛才的例子的時候 假設我們現在四個人有Joint Tenancy 一間屋 Joint Tenancy 所以 他是多少% 25% 他呢 25% 四個了 好了 於是 我突然間又等錢 我把我25%賣給別人 我首先 一定是不同了時間 我第二個人 進來的時候 你們三個都是Joint Tenancy 但是他 我哥哥 Anthony 我哥哥和你的關係就是TIC 我哥哥和他的關係就是TIC 好了 假設 他有一條摩托高菜問過 假設 我賣了之後 他離開了 那他那份是怎樣分 就是 他那份 原來只是分給你們兩個 我是沒有分的 因為 只是Joint Tenancy 才有收回 所以 他那個 就是 他會問 Helen 是擁有幾% 於是下面的 Multipable choices 就是 原本 我們大家25% 那他現在離開了 總之就是 兩個人 除了那個75% 因為你們三個人是75% 因為你們三個人是75% 就是 25% 分給你們兩個 因為他們離開了 好 聽聽先 John Tenancy 那位是TIC 不是 John Tenancy 你們這樣 不是 剛才那個已經買出了TIC 新人進來的 會央的關係 是TIC 而Community Property 就是一定要結婚 但是Community Property 都會有Ride of Society 記得 那John Tenancy 和TenSign Partnership 差不多 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Commun 和Partners 就是說裡面的人 大家各自 是屬於有Partnership 在裡面的 就是要先賣給Partners Commun 就不需要了 這樣 就是John Tenancy 一定要哪個 不是 他現在是在問 TIC和TIP 是的 而這裡我們看看 TTIP就是這樣 剛才 OK 即是38頁 Community Property 就是Husperian Weaver 其實這裡 會有三條 兩三條 所以我們都 大致上要知道 Recording and Acknowledgement 會怎麼考呢 Acknowledgement 送到 可以 分架